好 這個真的要很感謝 立芳剛剛的忍耐 你忍不住了 要講講話 對啊 我覺得男生是這樣子 當你有動手的紀錄 通常這跟個性有關 有一必有二 那我們且不管是他本身個性的問題 還是說他本身之前 嚇到 或者是他本身過去 可能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 因為有些我看到的 這一代會動手的人 都是因為他爸爸那一代會動手 然後他從小看到他大 他就覺得說 這也很精神 但是我都會勸我身邊的朋友 就是說如果一旦有出現一次 真的 你不要說什麼 我有朋友那種就是下跪道歉 男生也很會演 就什麼下跪痛哭流涕 好啦 就再給他一次機會 然後下次照樣從揍一下 變揍兩下 不是演啊 當時是真心的啦 可是下次當他情緒再上來的時候 他其實無法控制他自己的行為 有可能 真的就會失控了 你可以忍受你老公踹你底下 我無法忍受一下也不行 連大聲一點也是 這是怎樣 那如果你老公踹你一下 你會跟他離婚嗎 應該會喔 應該會的意思就是還有空間 對啊 也不是也不是 他說我讓你踹回來這樣可以嗎 不可以 對 不要喝 怎麼踹回來怎麼會喝 那一下換兩下 不行 對 好啦 這個暴力現在社會上的認識 其實已經到零容忍了 真的嚴厲前責 是 那麼這個他有講說兩個人可能都喝多了 所以回去都互相道歉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前一 這個只有你有辦法回答 有關酒的場合的事情 都只有你了 因為這個喝酒這個事情 因為很多人犯了錯 不管什麼錯 不管是暴力 或者任何東西 其實大家都會把那個推給酒精 我喝多了啦 不管是什麼性騷擾 me too 什麼暴力 大家都推給酒精 其實我 現在第一個是推給酒精 第二次是推給卡陰 沒辦法啦 一天我都不卡到陰 鬼魂上身了 對對對 醒來之後他說 掌聲什麼事情我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有 稍微有喝醉的一個經驗 那其實喝醉這個東西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是把人格放大 就他潛意識裡面 他本來就有這個基因在裡面的 只是他平常是壓抑著 壓抑著 那喝了酒精之後 他就變成是壯膽 然後就去大量的去實行 他原本想要做不敢做的事情 所以看一個人酒品好不好 我覺得是蠻可以看出這個人 他內心到底在想什麼 我們要踹人的時候 是不是喝酒比較可能會發生 對 因為醉犬 那那一天呢 如果是你看到了男生在踹女生 你會怎麼樣 你看到你在旁邊 沒有 我在看到會去阻止啊 然後一邊然後順便再拍一個影片 免得他到時候 把他錄下來 免得到時候我去推他一下 他跌倒到時候告我 就一邊那個 然後就把他推開這樣子 聽說圍觀的人 有些人拳頭都硬 對啦 因為確實我們 就覺得男生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 就想揍他 因為像我們如果店裡面 如果有人這個喝醉大小聲 我拳頭也會硬 因為我怕他弄壞我的裝潢 我就會把他趕快叫他離開 但是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真的是只要 不管是不是喝酒 只要是對女生動出 我覺得是正常的人 都沒辦法忍耐 我們都會過去幫忙 就被告我就算了 而且我覺得踢腹部 其實蠻凶殘的 總腹部 對 如果你仔細去就是觀察 因為我看摔腳嘛 對不對 珠目 對 珠目不見 馬場 我覺得現在問題是 大家會覺得腹部是脂肪嗎 其實溫脆瓶也沒有脂肪 那麼瘦 中國小姐 對不對 那腹部裡面有重要器官 主要是肝臟跟皮臟 固然他說踢左 左邊 可是男生的腳這麼大 你看女生的板 身板就這麼小 你怎麼能確定 他踢的是左邊腹部 他如果稍微踢的大力點 不好意思 我插個話 老實講 因為男生 我也喜歡看格鬥 其實格鬥很激烈 是 會搞死人的 對 那你要攻擊腹部 是重點之一 對 格鬥就是讓你不穿開啦 讓你投降 或者是踹你的腹部 打你的腹部 因為腹部是一個很脆弱的地方 對 對 只要你內臟流血 或者是破裂 我告訴你馬上投降 因為太痛了 因為其實肝臟破裂 或皮臟破裂 其實很容易致死 是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如果他用右腳踹 其實真的會踹到左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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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裡面其實很容易受傷 所以因為他後來講 這個男生的職業是教授 對 那我就覺得教授 在知識上可能是 因為照溫翠萍的說法是 他覺得這個 為什麼喜歡他呢 因為他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什麼事情都知道 所以你覺得什麼事情都知道的 教授會 他攻擊的點 竟然也是人最脆弱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他本性 可能不是那麼的善良 就我們要公 我也很想攻擊我前夫 然後呢 可是我就經過很多種醫學知識 我根本就沒辦法攻擊他 這就是學醫的人的受限 我馬上知道攻擊哪裡 就是出大問題 我怎麼能夠下 我就插不了手了 對啊 這個 我想請教雷邱律師 就是說這屬於告訴乃論嗎 對 告訴乃論 換句話說 溫翠萍如果不告 事情就沒有法律責任 但是後面還有一個家暴的問題 這是兩回事 因為家暴比較屬於家事方面的東西 那那個傷害罪 說真的這個食物上最吃的 就是這個驗傷單 你驗傷單有了 然後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去提告 不然法官都會踩 即便說他們有拍到 直接拍到 對 因為你就看所有的車禍 也不可能直接從頭 找到尾的 對 有結果 然後是合理的這個關聯性就可以 可是問題是看新聞 溫翠萍說他也不要去驗傷 對啊 最重要的東西就沒有 他應該跟他道歉兩個就講好了 就不去了 對 那至於家暴令的東西 那就是原則上是可以申請 就是說不只是溫翠萍 他的三等親以內 也可以幫他申請 甚至很緊急的狀況 檢察官也可以幫忙 申請 對 所以他們那邊有一個通報 我不知道後續會怎麼走 但是因為他後來又發了 一大堆的這種東西 說我都沒事或幹嘛 看起來也沒有緊急性跟急迫性 所以說可能那個 未必會有人去幫他申請 那像溫翠萍這種情形 他的難點在於說 他只踢了一次 那很有可能 五次 不是 整體是一個翻譯 對 就一次戰役發射了五個火箭 連機 連機 連機五次 這樣算一次 沒有 我想講的重點是說 這樣子算是單次的傷害 你可能要有延續性持續性 而且未來有可能再發生 那才能跑到家暴的領域 那他如果自己又講說 我現在沒有立期的危險或幹嘛之類的 那很有可能就還是回到 曾大哥講的傷害 能不能誇到家暴這邊 就算有人去申請 我覺得也有一些疑慮 更不要提他自己本身並沒有想要 他丈夫搬離的話自己搬離 就是說申請家暴保護 你要打官 幫助你做什麼事情 來保護你自己 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你本身覺得沒有任何需要 那就算有申請 也不會有結果 一般來講 即便是夫妻說真的有增值 也是希望在家裡增值 不要在外面 再公開 因為讓人家取笑 不好意思 保留一點顏面 那你覺得為什麼他敢在公開場合踹 其實說真的 我做非常多的這個叫什麼 高知識分子 這對不起我的客戶的離婚 我真的沒有講 我覺得應該叫做高學歷 不代表有學歷 就是有知識 他只是會考試而已 好 高學歷 然後我順便罵我自己 就是說真的 我覺得越高學歷出頭越多 真的 高學歷出頭 對對對 像你們剛剛講的這東西 我現場就可以講 你說不是那個老公踹你 對 那你說回踹 他們會怎樣 互相錄影 就互告 這個沒有抵銷的 在法院上沒有辦法抵銷 甚至互歐也不能主張 互相主張正當防衛 他們很多人就是這樣子 不管你今天是告 遺婚還是告什麼 這種很普通的 可能損害賠償案件 他就是一定要加告 很多的刑事 來當成的威脅你的籌碼 還是幹嘛之類的 對啊 我還有一個客戶 你那個老公 應該說更多的狡猾 對啊 老公裝監視器 都可以告那個防害秘密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